哈喽,大家早安,欢迎来到今天的宝贝班诗歌时间 我是秀鱼姐姐,你今天的心情怎么样啊? 你今天是很开心还是很难过? 不管你今天是开心还是难过,你都可以说我真快乐 因为什么呢?因为耶稣爱我 这是我们今天诗歌时间要唱的歌 等一下你会听到一首曲子 这首曲子呢,是有一次呢,心灵哥哥还有秀鱼姐姐一起跟着汪爸爸、汪妈妈还有慧欣 到了慧欣的声乐老师家 在你旁边看到这位美丽优雅的女士 她就是慧欣的声乐老师、杨老师 还有呢,在她旁边有一个很帅气的哥哥 她的名字叫做伯恩,我们都叫她伯恩哥哥 等一下,你听到的这首歌就是由杨老师指导 由伯恩哥哥弹奏的 我真快乐、因耶稣爱我 那我们就先一起来唱一次吧 一开始,一开始一样要记得哦 有前奏、中间有尖奏 然后最后的时候有尾奏 当你看到前奏、尖奏跟尾奏的时候 都要记得闭嘴巴要噓 好,准备好了吗?我们一起来唱一次咯 你可以跟着音乐一起摇摆 我真快乐、因耶稣爱我 耶稣爱我 我真快乐、因耶稣爱我 耶稣爱我、爱我 我真快乐、因耶稣爱我 耶稣爱我、耶稣爱我 我真快乐、因耶稣爱我 耶稣爱我、爱我 我真快乐、因耶稣爱我 我真快乐、因耶稣爱我 耶稣爱我、耶稣爱我 我真快乐、因耶稣爱我 耶稣爱我、爱我 我真快乐、因耶稣爱我 耶稣爱我,耶稣爱我 我讲话了,因耶稣爱我 耶稣爱我,爱我 很棒! 哇,刚刚呢,虽然秀鱼姐姐没有办法听到你的歌声 可是呢,主耶稣都听到了哦 所以我们等一下上课的时候也一定要很认真 好,现在呢,你已经听过这首歌的旋律了 你刚刚可能也有跟着一起唱,对不对? 那现在我们要来熟悉这首歌的节奏哦 要怎么熟悉节奏呢? 答案就是,登登! 等一下呢,要靠着左边跟右边的摇摆 来学习这首歌的节奏哦 你知道左手是哪一只手吗? 所以姐姐转过来,你就看到,登登登! 这只手就是左手 那如果我跑到这边来 然后呢,你就看到,清楚的看到我的右手 还记得这个左右手吗? 那你现在知道左右手了,那如果是左右边呢? 一样哦,在这边就是比较是左边 再过来一点这个呢? 啊,这个叫做右边 好,那什么时候最常很常需要知道左边跟右边呢? 答案就是你在穿鞋子的时候,哦 现在有一双鞋子,那它有分左脚跟右脚 左脚是这边这一只,右脚是这边这一只 那如果今天你要穿鞋子,然后呢,这边有一双散乱的拖鞋 你现在知道哪一只要配哪一只脚吗? 这一只要配的是,登登登登登,在这边是左脚 那另外这一只呢,要配的就是,右脚 哦,这个呢,就是左脚跟右脚 你会看到形状,是可以对的起来的哦 所以你在穿鞋子的时候,一定要记得 这一只是左边的鞋子,要配的是左脚 这一只是右边的鞋子,要配的是右脚 好,所以下次你在穿鞋的时候呢,把鞋,把脚套进鞋子里面 然后呢,把鞋子穿进脚上面,哦 你就发现呢,当你把鞋子穿好的时候呢 左脚跟右脚,还有左鞋,右鞋的形状要对的起来哦 下次一定要特别注意,如果呢,你没有学会的话 你被别人发现你的左边右边穿反了 会被人家发现很奇怪的,穿错很奇怪 但是秀鱼姐姐相信你一定做得到 好,那现在呢,一样哦 在生活中还有没有什么看得到左右边很明显的 哦,你有没有看到爸爸跟妈妈如果开车 然后载你的话呢,你看到这个叫做什么 它的名字叫做方向盘 哦,这台车的方向盘,请问在左边还是右边呢? 答案就是,是左边 那,你会发现这个世界上面有一些车子怎么样? 长得不太一样哦,哦,这台车的方向盘在左边还是右边? 在右边耶,跟刚刚看到的车子不一样 这台车的方向盘在它的右边 所以你发现,这个世界上有一些车子呢 方向盘在左边,有一些车子方向盘在右边 哦,为什么有一些在左边,有一些在右边呢? 原来答案就是,每一个国家的规定不一样哦 这一张呢,在哪里?在我们最熟悉的台湾 台湾的方向盘,车子的方向盘都是在左边 那,我要问考考大家哦,你知不知道这个国旗是哪一个国家的国旗呢? 答案就是,马来西亚 哦,这个国旗,它的国家的名字叫做马来西亚 那你知道吗?这个国家,马来西亚他们的方向盘都是在左边还是右边呢? 答案就是,是右边,它的方向盘在右手边哦 诶,那再换下一题,这个国旗你认不认得出来呢? 这个国旗是哪一个国家的国旗?答案就是,美国 哦,在美国的方向盘是在哪一边呢?这个是哪一边呢? 是,左边,我们一起说,左边,左边的方向盘 哦,原来美国的方向盘都是在左边 那换到下一个国家咯,这个国家的国旗你认得出来吗?答案是,英国 哦,那英国的方向盘是在哪一边呢?我们一起看这个,我们一起说 右边,这个是右边的方向盘 哦,所以你下次就知道了,当你看到,哇,为什么有一些车子的方向盘在左边 有一些国家却在右边就知道,哦,原来方向盘是有分左边跟右边的哦 那你下次就知道了,好,那还有没有什么左右边很重要的很重要的生活时刻? 诶,如果今天呢,你走在这个马路上面,请问在台湾在走马路的时候 你要靠左行?还是要靠右行呢?哦,这个很重要哦 如果你不知道的话,怎么样你就会逆向很危险的 台湾在走马路的时候,我们都是靠右行 记得咯,是靠右行,所以你看左右边真的很重要 左右边影响这么多,等一下我们来唱这首歌的时候 我们一起用左边还有右边的身体的摇摆,来熟悉这首歌的节奏哦 等一下秀鱼姐姐呢,就会呢,跟着大家一起左边摇,右边摇 我们现在先把双手举起来,然后一起来试试看哦 我们等一下都是从这个左边开始 左边,右边,左边,右边,再一次,左边,右边,左边,右边,很好 等一下呢,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记得哦,手要举得高高的 虽然秀鱼姐姐看不到你,但是主耶稣会看到你哦 他会知道你有没有用心在上宝贝般的诗歌时间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我真快乐,因耶稣爱我 好,前奏要开始了哦 记得这次我们要一起左右摇摆哦 开始了哦 左边,右边,左边,右边,左边,右边,左,右,左,右,很好 再一次哦,左,右,左,右,左边,右边,左边,右边 肩重 肩重的时候休息一下 肩重的时候休息一下 做得很好 等一下一样,手要举高高的一起左右摇哦 右边,右边,左边,右边,左,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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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左,右,左,高高高的哦 右边 左边 右边 很好 现在是微重 所以要休息 很好 刚才大家都动得很认真哦 那这次呢 我们呢 要来加动作 你知道吗 这个快乐的时候 快乐的时候 你会想要做什么呢 应该会怎么样 开心的跳起来吧 然后我们等一下呢 当你看到快乐这两个字的时候 就怎么样跳起来 跳跳舞 跳舞的时候会怎么样呢 你就会把你的手拿出来 然后呢 在你的脸旁边呢 就是快乐 快乐 不是滴滴的在你的那个下面 然后这样快乐 快乐哦 是怎么样在你的脸 然后呢张得很大 很开心的说 快乐 快乐 哦 当你呢 等一下听到 我真快乐 这两个字的时候呢 就要记得是 在你的脸旁边呢 然后呢 很认真大声的说 快乐 那如果你听到耶稣这两个字的时候呢 我们就要一起把我们的手高高的举起来 就会听到 因耶稣爱我 因耶稣爱我 那接下来呢 也是一样哦 看到耶稣的时候 然后就要把你的手高高的举起来 因耶稣爱我 因耶稣爱我 好 那这个现在又回到听到快乐的时候 听到快乐的时候可怎么样 刚才说的姐姐有教过你了哦 我真快乐 我真快乐 哦 这个你看到手的这个图案的时候 就要记得是 把你的手放在你的脸旁边 然后呢 我真快乐 接下来呢 一样哦 因耶稣爱我 然后最后呢 就是耶稣爱我 最后一个我的时候呢 我们就一起 爱我 爱我 好 把你的手放在你的胸前 感觉耶稣真的很爱你哦 好 那我们就一起来试试看吧 等一下呢 当你听到 我真快乐 记得把你的手放在你的脸旁边 跟修尔姐姐一起做动作哦 那我们这个地方呢 也要站起来 好 我们站起来一起来做动作 那如果你做了也没有关系 虽然修尔姐姐看不到你 但是呢 主耶稣看得到你的心哦 我们就一起站起来 然后我们一起来跳这首 我真快乐 我真快乐 因耶稣爱我 慢慢的我们一起试试看哦 怎么样开始了哦 我真快乐 我真快乐 因耶稣爱我 耶稣爱我 耶稣爱我 我真快乐 因耶稣爱我 耶稣爱我 爱我 很好 刚才呢看到大家都有认真的做动作哦 好我们来复习一下动作哦 当你看到这个手的图案的时候要记得是快乐 然后呢把你的手放在脸旁边 然后比出快乐 快乐 当你看到耶稣的时候呢怎么样 手要举的高高的 最后呢那个爱我 爱我 好 很好 记得咯 我真快乐 因耶稣爱我 现在呢 我们一起来把整首都做完吧 刚才是比较慢的 现在是正常的速度哦 所以呢 加油我们一起来跳这首 我真快乐 因耶稣爱我 前奏要开始咯 我真快乐 因耶稣爱我 耶稣爱我 耶稣爱我 我真快乐 因耶稣爱我 耶稣爱我 爱我 我真快乐 你耶稣爱我 你耶稣爱我 耶稣爱我 耶稣爱我 我真快乐 你耶稣爱我 耶稣爱我 爱我 再一次哦 我真快乐 你耶稣爱我 你耶稣爱我 耶稣爱我 耶稣爱我 我真快乐 你耶稣爱我 耶稣爱我 爱我 陈祟 很好 好 接下来要交一个新的哦 我们刚才能唱 我真快乐 这次来唱 我要赞美 你会赞美别人吗 赞美别人的时候是怎么样 是摆臭脸吗 是一定是笑笑脸的 对不对 是摆臭脸的赞美吗 一定是 哇 你好棒哦 好 这次呢 我们一起把我们的笑容露出来 让我看到你的笑笑脸 耶 好 再给你一次机会 要再把你的笑脸露出来哦 耶 很好 在赞美别人的时候呢 一定怎么样 笑笑脸的 然后呢 会跟他说 你好棒 英文呢 叫做 good 哦 我们一起来学吧 这个英文呢 good是什么 就是很棒 然后呢 怎么拼呢 g o od 有几个o在里面 有 有两个o在里面 有几个g 一个g 那有几个d呢 一个d 要记得咯 good就是good 就是你很棒 就是在赞美别人哦 哇 你知不知道 有一些爸爸妈妈很棒耶 他们看完呢 这个宝贝班的远距教学 他们会怎样 在line呢 他们就把那个line打开来 然后呢 就把那个文字 鼓励的文字写下来 哇 这个就是在赞美其他人 这个 这个历程爸爸 还有呢 徐医生呢 他们呢 都会很乐意去赞美别人 当他们赞美别人的时候 就变成了一个鼓励的行动哦 真的是很棒 好 那我们呢 也要一起来赞美哦 而且为什么赞美 因为耶稣爱我 好 我们一起来学这个赞美的时候呢 我们等一下动作要怎么比哦 这个赞美的时候 你会跟人家比什么 会比一个赞 而且呢 是比几个 修理姐姐现在比了几个赞 一个 两个 等一下呢 我们就要一起来比这个大拇指 就是来说别人 你很棒 好 当你看到呢 歌词出现 我要赞美的时候呢 那个赞美 你就呢 把你的两个大拇指比出来 我要赞美 我要赞美 那其他呢 也一样哦 看到耶稣的时候 就把你的手举起来 好 那我们呢 就一起来 搭配音乐 试试看啰 让我可以 不要紧 我们现在 就在你 看到耶稣的 我 我 要赞美 你 我 祝你 祝你 我 我要赞美 你 耶稣爱我 耶稣爱我 我 耶稣爱我 耶穌愛我 耶穌愛我 我要證明 耶穌愛我 耶穌愛我 愛我 很好喔 節奏的時候休息一下 等一下我們準備再來跳一次囉 我要證明 耶穌愛我 耶穌愛我 我要證明 耶穌愛我 耶穌愛我 愛我 再一次囉 我要證明 耶穌愛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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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證明 耶穌愛我 愛我 很棒喔 好 那我們再來換下一個吧 等一下我們要唱的是 我要禱告 喔 禱告是什麼呢 禱告就是跟天父說話 它是一個權利喔 是呢 上帝說呢 凡相信他的 就有這個權利可以跟天父爸爸祷告 可以當上帝的兒女喔 好 那我們就一起來看一下 喔 禱告是多麼的重要啊 在你呢 難過的時候呢 那個不順遂 不開心的時候 然後怎麼樣呢 有禱告 欸 就快樂 就喜樂了 欸 這個不是因為呢 喔 因為禱告有神奇的魔力 可以讓你所有遇到的事情 全部都怎麼樣 碰碰碰都不見了 而是呢 禱告讓你知道 有耶穌陪你一起往前走 你呢 雖然可能還是遇到很多的困難 但是呢 因為有上帝 有耶穌陪你一起走 你呢 就不再沮喪了 哇 禱告是這麼的重要 那就讓我們一起來學吧 等一下呢 我們要唱的是 我要禱告 因耶穌愛我 當你聽到禱告這兩個字的時候 就把你的手握起來 放在你的胸前 好像在禱告一樣 我要禱告 我要禱告 後面就一樣囉 聽到耶穌的時候 把你的手舉起來 好 那我們就 一起來跳吧 準備要開始囉 我要禱告 因耶穌愛我 耶穌愛我 耶穌愛我 我要禱告 因耶穌愛我 耶穌愛我 愛我 我要禱告 因耶穌愛我 耶穌愛我 耶穌愛我 我要禱告 因耶穌愛我 愛我 好 現在時間中 我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來唱最後一次囉 我要禱告 因耶穌愛我 我要禱告 因耶穌愛我 很棒 好 因耶穌愛我 愛我 很棒 好 那我們今天的十個時間 就差不多要結束了 在最後 秀儀姐姐要帶大家 一起來禱告囉 那我們呢 就把眼睛閉起來 把手合在一起 秀儀姐姐來帶大家禱告 好 親愛的主耶穌 謝謝你 讓我們今天寶貝班 可以一起來唱這首 我爭快樂 因耶穌愛我 主耶穌 我們知道你愛我們 所以我們很快樂 謝謝你 讓我們學習 要禱告 要讚美 要喜樂 謝謝你 主耶穌求你繼續幫助我們 今天寶貝班的時間 當我們不論在快樂的時候 或是在難過的時候 都可以想到這首歌 然後唱這首歌 我們的心也跟著快樂了起來 感謝你 主耶穌 求你繼續幫助我們今天寶貝班的時間 可以有主耶穌的同在 感謝你 把我們這個禮拜的生活 也交在你的手中 求你繼續帶領我們 感謝你 如此愛我們 我們這樣子 祷告 是奉耶穌的名 我們一起說 阿門 哇 今天大家都很棒喔 相信你很認真上課 耶穌都有看見喔 我們今天的詩歌時間 就到這邊結束囉 我們下次見 掰掰